如果苏联在1950年左右就发动对欧洲的战争,那么很不幸的是,不管是此时的美国还是欧洲都无力对此作出回应。 除了使用核武器之外,欧洲战场的最主要的力量对抗应该是围绕着地面部队展开的,而装甲力量又是地面部队的核心,那么在这时候双方都有什么呢? 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和欧洲将使用M46、M47、百夫掌等坦克来面对苏军的T-54和IS-3等坦克,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不管是在装甲部队的数量亦或是质量上,都完全无法和苏军相抗衡,被赶下大西洋也只是时间问题。 为何在50年代,美军的装甲部队变革会出现如此巨大而惊人的失误,该谁来买单又要如何弥补呢? 如果谈到谁阻碍了美国陆军的装备发展,那么负责装备研发批准和采购的美国陆军军械局肯定要当仁不让地先背这个黑锅。 毕竟在二战时期,军械局就阻挠了陆军的一系列装甲采购计划,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军械局的存在,美军将会于1943年在北非就用上76毫米坦克炮,在广袤的沙漠中胖揍龙梅尔的装甲部队。 而又是军械局阻挠了M26潘兴的采购计划,原本这一重型坦克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不久就可以投入战场,充当欧洲战场的开路先锋和德军的动物园相抗衡。 但是,归结到巴顿坦克的研发上,还有很多人认为是军械局的问题,就有失偏颇了。 在整个巴顿系列坦克上,尤其是早期的M46、M47的研发工作中,军械局的兢兢业业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些工程师,那么M46、M47将会比现在更不堪。 当然,这一系列的军事失败总要有人担责,火力军认为这一系列的责任都应该是陆军指导方向上的问题,毕竟美国陆军说白了就没有任何装甲战经验, 在二战中研究出的谢尔曼坦克也只是因为拥有良好的汽车工业底子,以及还不错的火炮技术,临时弄出来个刚好够用的奇迹而已。 总的来说,美国陆军完全不知道二战后的装甲战,尤其是坦克之间的甲弹对抗,到底应该是怎样一种场景,甚至还能默认车体机枪以及机枪手出现在二战后的坦克中。 反观英国人,作为最早将坦克投入战场的国家,虽然在二战中英国坦克的发展并不顺利,但他们至少抓住了二战后主战坦克的发展潮流。 萤火冲这种取消车体机枪手换来更多弹药的做法,被英军内部大规模认同,从而让百夫长成为了欧美主战坦克中第一个应用四人车组的案例。 当然,美国陆军在二战后的一些思潮也完全可以反映出,他们为什么会弄出巴顿一和巴顿二这两种废铁。 在韩战进行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即使在欧洲大陆,美军会被苏军的坦克碾压,那又如何? 在1950年代,红海军完全没有和美国海军对抗的哪怕任何一点资本。 美国海军作为全球第一海军,即使失去了欧洲大陆,也可以确保英国不丢,这样就有了随时反攻欧洲的基石。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应该真的被苏联占领,那舰队也可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无余,总不至于苏联人的坦克能长着翅膀飞过大夕阳吧。 当然,这种长海军志气灭陆军威风的言论的发起者,很快被人堵在小巷子里一顿爆锤。 毕竟陆军不发展坦克,那经费不全都跑到海军那边,让他们造船去了吗? 不蒸馒头,蒸口气,陆军一定要弄好自己的新车,不就是个坦克吗?有什么难的,办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军械坦克自动车司令部大幅放慢或取消了许多坦克研发和设计项目。 1950年11月7日,军械技术委员会要求更改美军坦克的命名法。 由于坦克的研发和战场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现在可用的主炮口径也各不相同,因此决定不再使用轻型、中型、重型的重量名称,转而用主炮口径取代。 比如我们熟悉的M46和M47实际上应该被称为M4690毫米火炮坦克和M4790毫米火炮坦克。 陆战队使用的M103重型坦克被重新命名为M103120毫米火炮坦克。 M41沃克猛犬轻型坦克被重新命名为M41沃克猛犬76毫米火炮坦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现在主要的问题那就是M46和M47,虽然已经被美军和欧洲一部分军队装备,但是这些装甲力量完全无法抗衡苏军的T54、IS-3, 或者是其余剩下的已经在原型车阶段或者即将投入量产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也就是说,前两星巴顿已经不止落后苏军一代设计,而是落后了现在和未来的两代。 所以,这种对苏军坦克的恐慌迫使军械技术委员会召开会议。 1951年2月27日,寒战爆发后不久,军械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33791就提出了对一种新型坦克进行论证、试验、原型并最终投产的全过程。 这种坦克的研发代号为T48,其原型和T47颇有渊源,是M47的原型车,T42的重型坦克版本,即T43。 其技术细节大致上是T42的整体放大。 造坦克这件事实际上和造船一样,吨位大了什么都好说,各种新武器和新设备都能一股脑塞进去。 当然,陆军可由不得这些设计人员呼来,毕竟西欧的桥梁和美军自己的野战桥,最大载重量在那摆着,你真弄个美版虎王出来,装甲式的弓并营立马划辩给你看。 所以,军械局提出要求,T48的重量要比M47坦克轻5吨。 当然,即使不用火力军解释,在座各位也能知道,这个目标一定是无法达成的。 在从T42变成T47的时候,M47的体重就已经不受控制地膨胀了十几吨,而T42还是个中坦平台。 使用中坦平台的T43,缩比缩出来一个T48,还能比中坦平台原生的M47更轻,那牛顿棺材板真的压不住了。 在继续纠结体重之前,不妨先看看T48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OTCM33791号之后,陆军将开发工作委托给了克莱斯勒。 很快,由于T43底盘是县城设计的缘故,只用关心设备和上半部分的克莱斯勒,提交了T48的设计方案,车体重新设计,取消了车体机枪手,将驾驶座移至车体中部,在两边摆放弹药架。 由于陆军催得紧,所以T48的车体和炮塔都采用了圆润的铸造设计,铸造的好处是整体强度较高,而且需要大规模量产时可以非常快速地进行生产。 这在冷战早期各国焊接技术都不发达的前提下是一个好办法。 T48的车体采用了船体式铸造车手,圆润的弧形手上和炮塔增加了跳弹概率,变相增强了坦克的防御能力。 新的半球形炮塔也让M47上存在的涡蛋驱消失,现在这个炮塔是字面意义上的坚不可摧。 T48坦克的测试试验于1952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 测试人员和演售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无时不刻被苏军即将入侵西欧的压力所压迫着,整个测试在相当紧张的氛围中进行。 为了让前线不至于无车可用,在测试结束前,陆军就先敲定了采购T48坦克的计划。 新型坦克被称为M48巴顿90毫米火炮坦克。 至此,M48和他的前两个兄弟一样走上了边造边改的道路。 M48巴顿是美国第一代主战坦克,也是在这个构型上,第一种私人车组坦克, M48巴顿系列在美国和北约广泛服役,直到被M60坦克取代。 该车采用铸造车体和炮坦,私人车组布局,车长9.3米,车高3.1米,车宽3.65米。 对比起M47来说,M48的车体更扁,更宽,有效降低了车体重心,改善了复杂地形下的越野能力。 火力方面,M48的大部分信号,基于一门90毫米T139火炮。 这门火炮是M47坦克上的M36坦克炮同款轻量版,主要是为了减轻M48的重量进行重新设计。 最终,这门坦克炮被定型为90毫米M41火炮,其独特的T字型炮口制推器是它的特征所在。 这门火炮可以发射经过改进的干式尾翼稳定破甲弹,M431,它的破身为60度放置的170毫米钢板,垂直破身在320-340毫米,可以轻松击穿任何靠近的苏军坦克。 并且M431改进了M47所装备的M348破甲弹的精度问题,让其在2000米上也可以对坦克大小的目标发起精确的打击。 回到坦克本身,由于T48本身的底盘非常宽阔,所以克莱斯勒的工程师们放大了炮塔座圈,现在M48拥有一个巨大无比的85英寸炮塔座圈,显著改善了车组人机功效。 首要表现就是M48对比起M47,射速有着明显的提升,最快可以达到1秒左右,这对于需要反斜面射击多个苏军装甲目标的美军坦克来说,是非常有实战价值的一点。 抚养脚方面,该炮拥有正19度到负9度的抚养脚,是美希坦克的一贯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M431破甲弹发起精确点杀,M48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坦克火控系统之一。 它并不是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而是由原始的机械装表火控组成。 M48早期采用体式式光学测距仪,后期采用合像式光学测距仪,合像式比体式式的观察效果更好,在训练不足的士兵手中更容易测出精确数据。 而且,M48的炮塔比M47更宽,所以它的机线也更长,对于远距离的测距精度更高。 当炮手通过测距仪得出目标距离后,测距仪会通过导杆将目标距离导入火控计算机,通过机械方式自动上台炮口,获取炮弹下坠量。 此时,炮手开火,在不考虑风篇与散步的前提下,炮弹将会准确命中目标。 辅助武器方面,M48拥有一挺点30的同轴机枪和一挺点50的车长高射机枪,前者平平无奇,后者堪称一段传奇。 在M48原型车上,这个高射机枪安装在一个遥控枪架上,车长可以在车内操控机枪射击和一些所谓科普相悖的事,这挺高射机枪并不需要车长探头换弹。 而是可以将遥控枪架压到最低,将机枪伸到装填手舱盖上,此时装填手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更换机枪子弹,非常方便。 很显然,当车长不探头射击时,这挺机枪和准度二字就没什么缘分了,而如果探头射击,车长又会变成绝佳活靶子,所以后来M48就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脑袋上长着个大流子的信号。 有了专用机枪塔的好处是,车长可以安全使用机枪进行扫射了,坏消息是,现在车长更高了,而那个号称可以抵御轻武器的车长塔,不仅视野非常糟糕,还什么都挡不住。 在车长塔内射机时,点五零机枪的火药燃气难以排除,再加上内部空间狭小,实际非常折磨人。 后面中东战争时期,务实的以色列人一拿到M48,第一件事就是拆掉机枪塔,换成低轮廓车长塔,又称以色列式车长塔。 从这点就能看出,M48的脑瘤到底有多人艳狗咸。 整车防御方面,除了脑门上的流子之外,M48可以说是终于赶上了世界标准水平的防御能力。 车体手上拥有85到200毫米,角度为60到75度的装甲,而炮塔则是拥有最后127毫米的12到76度装甲。 这使得M48即使是在平地交战,除了手下装甲之外,T54在发射全口径穿甲弹池,在百米内也很难对M48造成像样的威胁。 世人都津津乐道于在柏林墙建立时期,美苏两国的M48和T54在查理检查站位置上的对峙,但实际上,使用BR4-12D的T54坦克能击穿的部分只有M48的炮盾周围,约占整个炮塔正投影面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部分, 还有手下装甲两侧的部分,这些部分也约占整个坦克正面投影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在这个距离上,M431破甲弹可以毫无压力地击穿T54坦克。 可以说,如果查理检查点发生焦火,那么M48和T54将在几分之一秒内分出胜负。 活力军认为,对于这种情况,M48的迎面还是要稍微大一点。 动力方面,M48依然使用的是大陆AV1790发动机,只不过早期使用的是汽油机,而后期变更成了柴油机。 在这个方面,非常有趣的是,早期的M48堪称油老虎,一升燃油仅够支持坦克行进0.15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家用小轿车的百公里油耗来表示,M48的油耗量差不多在百公里670升到700升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一脚油门,油箱里就起漩涡。 除此之外,M48的行走机构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由于使用了铸造车体和扭杆悬挂的搭配,所以M48的悬挂扭杆实际上是和车体结构分开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在越南,美军非常乐意使用M48,除了越军火力贫弱之外,那就是M48触雷后更好维修。 因为悬挂独立于车体,所以维修厂只需要更换受损的扭杆和负重轮,就可以将触雷的M48修得和新的一样。 而其他坦克则要返回美国大修,非常不划算。 M48是一款美军在冷战早期服役,并伴随着美军一直用到现冷战后期,爱布兰主战坦克出现后才逐渐退役的坦克。 所以在其服役生涯中不断的改进是M48经久不衰的秘诀。 M48的第一个改型是M48A1,它将车长遥控机枪拆掉,换成了M1机枪炮塔。 这是最显著的外观区别。 M48A2则主要修改了动力部分,以解决它身上短腿的恶名。 主要变动是将大陆AV17905或7的汽油机更换为AV17908。 由于新发动机的体积更紧凑,所以可以在发动机舱内布置更多的油箱,让M48A2的续航里程变得更大。 此外,M48A2C还更换了M13火控系统,让射击操作变得更简单了。 M48A3的变动则变得更大,将汽油机更换为了柴油机,车长机枪塔也变为了M1E1。 从外观上来看,车长塔的底部被拖起并被加高,这是为了改善车长视野的举动。 这样一来,车长塔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安装更大的观察窗。 M48A4则是一种街头霸王,在M48A3服役的1956年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事情。 在苏军对匈牙利发动的入侵行动中,一台T-54被人遗弃在英国大使馆外的广场上。 英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五官亲自测量了这台坦克,得出结论,英军自己使用的20棒炮完全无法对抗苏军的T-54坦克。 于是,英军决定生产一种基于QF-20棒炮的全新火炮,即105毫米L7坦克炮,而美军也决定同步换装L7,使用L7坦克炮的坦克被称为M60。 早期的M60使用的是和M48一样的半球形炮塔,于是就诞生了一个M48火力强化的计划,让M48安装有M60的炮塔,这就是M48A4。 当然,街头霸王这种事情总归还是不太划算,于是美军很快放弃了M48A4,改为直接换装L7坦克炮的M48A5,并使用M60的改进技术加强M48A5,让它们可以变得和M60一样强。 一部分的M48A5是通过A1型号升级而来,但大部分都是A3型号的R4升级。 总的来说,M48不仅是美军第一种主战坦克,还是第一种合格的主战坦克,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之前美国装甲部队在T54面前被动挨打的局面, 让它们终于有了可以和苏军坦克分庭抗礼的资本,并最终促成了另一台更强坦克的诞生。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